前两天我和卧跳华的一位朋友聊天 就说到他雇佣一个保姆 照顾他在上海的妈妈 结果这个保姆就可扣妈妈的口粮 这么一个事 另外就是有一位美国的网友 他是父母 在北京家里雇了三个保姆 他用智能摄像机来遥控 他在美国来看到他家里的情况 这很有意思 所以我今天就随便跟大家聊聊这两个故事 我在沃泰华这个朋友女的上海人 他的妈妈在上海有老年痴胎症 必须要有人护理 自己住老太太自己 然后他自己 我这朋友他有哥哥有个妹妹 哥哥对老人不怎么管 妹妹自己身体有病 所以我这个女朋友沃泰华 他就非常牵肠挂肚的对这个妈妈 所以他们就决定要雇一个保姆 所以他有一次回国的一个主要任务 就是要面试保姆 一定要把保姆给找到 他甚至说我这次如果保姆找不到他 我就得不能回来 我就得在那给我妈当保姆 那他跟他老公这么说的 所以他就在经过时限 在上海的一些亲戚朋友 介绍他有一个三个候选人名单 这个保姆他就回去去准备面试 见面完了就拍板 就是用一个 好他回去呢 还没等回去呢 这三个里的其中一个不行了 然后等到回去以后 第二个又不行了 就剩这么一个了 那这一个是什么情况呢 这个保姆呢 阿姨吧或者叫 是曾经的上海知青 他现在住在宁波那边 家庭在宁波那边 但他很想回到上海来 做一些工作 就是做保姆 然后挣一些钱 因为他的孩子吧 就是还是在宁波那边 还准备上大学 他需要钱 他自己本来就是上海人 上海知青了 后来知青以后就当地 就没有回来 在当地结婚了 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个 我这个朋友呢 就一看这个 这还不错他呢 然后又跟 有小之以礼 动之以情 说他 咱们好好处 我们在海外 我这个就这么一个妈妈 老年痴态 其他的兄弟姐妹 也顾不上 你就好好照顾他 其他的财务上 钱上 工资上 我们都满足你 肯定让你开心 你就带我呢 尽这个孝心 所以他是 以这样一个态度 去对待他 好 然后呢 就工资什么都说好了 这就租进来了 就开始做这保姆 这个保姆 跟他妈妈一共待了六年 在这六年里面呢 是这个跟这个保姆照顾的 他还是很感谢这个保姆的 但是呢 到后期啊 就出现什么情况 他的妹妹啊 是经常定期的去 每次去呢 就带很多东西 肉 大人的什么 就是给妈妈买的 那放在那 就一块吃呗 他们给保姆 包括给妈妈的这个伙食费 每月 比如说有工资 给保姆的 另外一块呢 那个我不知道是多少 就是作为他们两个人吃饭的 当时肯定是给的 那个钱是足够的 因为他们的条件都挺好的 就是让保姆和妈妈都吃好 就是你给妈妈做好饭什么的 但是他你也看不到啊 这个就知道妹妹老送 后来是什么情况下 他在上海那个女朋友 时不时的呢 就去看望他的妈妈 因为他们小时候都认识的 都挺好的 所以看望妈妈 他就把妈妈带出去 到附近的那个上海 那个街上的店 去吃点东西 说说话 他说每次呢 他就喜欢去一个面条店 就是一个大排档的那种店 但是吃面的时候 他就发现 哎呀 你妈妈吃面呢 简直吃的香极了 就好像是监狱里放出来的 就没有吃过好东西似的 几次都是这样 我就觉得有点奇怪 他是不是在跟保姆在一块 没有吃好啊 所以呢 他这个女朋友 就后来怎么样 包括他妹妹 以后再去送东西 以前都是啊 先打招呼 我们这个星期要来啊 打个招呼去哪儿 他们也没有留意 也没有发现什么 对吧 但是呢 他以后他就不这样了 他就不事先告诉 直接来 冷不定的就敲门 就来了 上门了 上门以后呢 他就来看真实的情况怎么样 后来他发现 发现冰箱里没什么东西 一个萝卜 然后有点蔬菜 有一几袋牛奶 就东西不是很多 这是一个情况 另外呢 他看到快过年的那个时候啊 比如说快过春节 他发现 他这凉台上 晾了很多的那个 晒的那个猪肉干 做的那个 酱肉吧 酱肉干什么 大块的那 亮了一大块 好多块的亮 后来这个 他这个女朋友 就有心眼就想 哎 这是不是保姆做了 这个晾干了 他回家 春节探亲的时候 把这个带回去 给他自己家人吃啊 那么这么推断呢 就是他把那个生活费啊 紧着他自己的买东西去了 或者甚至是他不去做一些肉干 他那钱就自己秘了 给老太太吃的东西呢 可能做的是很差的 不尽心的 那他们又没有看到 他们也没有别的监督的办法 就是通过这个 去去外面吃个面啊 再突袭一下就发现这个情况 后来我这朋友就想 那怎么办 他这种情况 也没必要再去问这个保姆了 也没必要再去考核 他怎么管理的财物了 因为给他那个 比如一个月几千块钱 生活费啊 也不要求他记账 买东西都他买 你来决定做 给你的钱足够 但你说真的要求他记账 就能管用吗 那给你做点假账 你也没辙呀 是吧 但是他们已经发现 这个保姆就是肯定是这么干了 自从发现这以后 他们就决定 不能再用这个保姆了 找别的保姆也很麻烦 干脆送养老院吧 所以他们就 先在底下摸索好了 就调研好了养老院 然后定下来以后 都联系好了 直接告诉这个保姆 这保姆还很不高兴呢 啊 还很惊讶 为什么呢 我继续 我不是挺好的吗 其实他自己心里有鬼嘛 所以这就是 我这个沃大华的朋友 他的妈妈在上海 跟这个保姆的这一段故事 好 再说另一个故事 那这个呢 是一个美国的网友 他是哥哥 妹妹在北京 他们的父母呢 年纪都很大了 住在这个北京的 这个自己的家里 这样呢 他们就决定请保姆 而且他父母的情况 都非常不好 就是请一个保姆 根本就不行不够 他们请了几个 三个 三个保姆 可能有分工啊 有的负责是照顾 有的负责做饭 有的买菜怎么样 我记得我做了一个采访节目 就是采访 沃大华的蔡敏 他的父亲 老蔡同学 在那集里面 他的父亲 为什么住到养老院 就是因为 他前面 在家里也雇了保姆 都好多年了 后来呢 他妈妈 生病 他相当于是 不能动的在床上 这时候 他就需要 雇用两个保姆 雇用两个保姆 的过程中 这两个保姆 就经常的闹矛盾 有时候吵架不说 还出现过打架 这个他的父亲 老蔡同学 还需要去调解 他们的矛盾 后来说 实在受不了了 这算了吧 咱们进养老院 这是那情况 两个保姆打架 这家呢 这个美国这个网友 他这个请了三个保姆 我说你三个保姆 他们之间不打架吗 这个关系上 他说还可以吧 好像没有发现太大 另外我给的工资 给的足够高 他说呢 他是跟的保姆公司 签的合同 他说这样的保姆公司 他是对他们 是要有责任吩咐的 另外他们还有保险 他说除了跟保姆公司 签订合同 给他们那个要求的工资外 我给他们的工资 都很高 两个保姆各一万 工资是一万 这在北京绝对是超标了 还有一个是给7000 这都是很高的了 就是他就多给 反正他们家条件也好 就我给你钱给够了 你就好好把我家 两个老人照顾好 这样的 同时他在家里呢 安装了智能摄像机 这个摄像机可以保存记录的 而且可以program 这个远程 他在美国的家里 他可以看到他们家 一清二楚的看到父母 其实呢他说当时他 装这个摄像头啊 并不是为了监督保姆 是有一次呢 他妈妈在早几年的时候 就摔跤在厕所里 当时知道以后 他们就很担心的 也看不见呢 也没法报告啊 所以呢他就装了这个系统了 这个智能摄像系统 这是一装呢 不但是可以看到父母 也可以看到 就家里都能看到 保姆怎么工作的 怎么和他们一块 全都能看见 大概家里的几个房间 重要的地方都装上了 这样他在美国呢 你因为中国和美国有时差嘛 大概12小时13小时 他就等于是晚上的时候 他的晚上的时候 他可以看到父母白天的时候 那白天的时候呢 就中国的白天的时候 特别是下午 美国睡觉 那你没办法 他妹妹看 所以他们俩呢 就一直这个兄妹俩 就是对父母的这个 保姆的管理 就是通过这个办法 就整个可能也有很多年的时间 就是还是照顾的不错的 最后两位老人都相继的过世了 过世之后呢 他还把家里的东西 除了他们自己要的 很多东西都送给保姆了 而且有一个保姆 待的时间很长 他们也很有感情 对他父母也非常好 他走的时候 一次性给了五万 就是感激吧 就是这样 所以他这个智能摄像机 使得他在美国能看 这我是第一次听说 他说好到什么程度 在最后他父母病重的时候 又是疫情 他回不去 整个父母过世啊 在这房间里 几个抢救包裹 发生的所有的事情 他在美国的家里 都疫情而主的 都看到了 就是在最后的moment 他没有能够赶回去 见到他父母 但是他通过摄像机 和父母的这个说话 和看情况 他全都看见了 所以也是一种欣慰吧 他这个办法也真是不错 这个海外的华人 我们如果你牵挂 国内的这个父母的情况 我不知道养老院里 让不让放摄像头 就是在家里请保姆 这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那保姆呢 对于这种安装摄像头 只要他们自己的房间 人家隐私的部分 你不知道对吧 因为你摄像头 肯定按照 有老人在的地方 所以保姆们 也都是能接受的 所以你看就是 雇佣保姆 他带来的问题 和可能处的好 可能处的不好 跟你碰到什么样的人 运气怎么样 你怎么样管理 怎么样跟他沟通 都非常有关系 那我前面也有一期视频 就讲到我父亲用的保姆 我父亲就一直是保姆给照顾的 那这个保姆 首先人特别好 那这个保姆呢 还觉得 我父亲很好照顾 没有那么多事 他心里比较愉快 家里的家庭关系很简单 家里就这么一位老人 他觉得对他来说 照顾一个老人 也不是什么问题 他人心眼也特好 特别赶紧勤快 这些都特别好 然后呢 我们对他也非常尊重 除了给工资以外 另外就是对他 他挺 他们保姆挺重视这个 如果你把他说 给了工资 你就像下人一样 对他们干这干那 这个态度 他们是不愉快的 如果你是对他 一个平等的态度 是吧 一方面你要做一定的监督 也要去探视 看他们是不是好好工作 另一方面 你也有一定的信任 有一定尊重 这样的保姆 也会好好的来做他这份工作 反正保姆这事上 就是一大话题 我希望我们这个网友 有关于保姆的话题 故事 多来跟大家分享 tusiaodongatyahoo.com